好另外这个花莲县是受到918的强症影响灾情严重 县政府即日起到10月31号为止都接受民众的申请 灾后受损各项的损失 启动了包含一般住家建物修缮 财产损失车辆损害 以及灾害未问津 医疗照顾共五大的救助 其中汽机车毁损报销也能够申请上限是10万元 花莲县受到918强症影响灾情严重 县府即日起到10月31号都接受民众受理的申请灾后 受损各项损失 启动了包含一般住家建物修缮 财产损失车辆损害 灾害未问津 以及医疗照顾共五大项的救助申请 住在玉林 布林 着西的三个乡镇 家里有因为这一次0918震灾 不动场的部分有损失的都可以来申请 有电视 冰箱 洗衣机 冷气 这些人都有标明他的救助上限 讲电视的话有分50寸以上的有6千块 49寸以下的有4千块 冰箱最多补助6千 洗衣机4千5百块 冷气6千块 那其他家电的部分每一项是补助2千块 另外县府也针对提供重灾区因为地震遭受汽机车 车损民众代步工具补助金 车主向村里长申请后 由各护证做初步财损范围确认 填妥申请文件送建设处交通科受理 汽车它如果报废了不能用了 它报废了 那就是我们一台是会付出10万 但是你就要付上这些报废证的这些资料 但是呢它的这个残值 残值就是报废掉 它的残值没到10万我们就会付出10万 但是你报废的车辆的残值 如果超过10万块 我们就会依照它的这个残值 实际的残值来补助 欢迎县府表示 审核通过后 救助款将由县府南区服务中心人员 会同民证处人员 则适当的地点办理发放作业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